我的卵巢 會不會像 這樣 黑黑 沒水 聽說卵巢 老一歲 人就老十歲耶 有看到嗎 這顆水煮蛋 光滑 羅倫 就是我的卵巢 你怎麼會知道 拜託 你這趁啦 有些症狀會告訴你 你卵巢是像這顆老乳蛋 還是這顆水煮蛋 你如果不注意 這麼快 那就看我們的節目囉 顧好卵巢 盛氣充足 女人不會老 是不是一直想要再尋求那個 長生不老的秘方 女生是不是一直在尋找 怎麼樣可以維持青春 用吃的 用擦的 用喝的 我都試過了 可是有個地方 卻是控制我們青春的關鍵 就是我們的 你有知道你的卵巢是健康的 還是不健康的呢 還是說它已經在老化呢 天啊 卵巢這個東西 在我們身體裡面 也不能時不時 就給它拿出來看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知道 我們的卵巢 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而且卵巢有多重要 你知道嗎 根據這個韓國的嚴世大學 醫學院的臨床研究顯示 好可怕喔 而且 然後再加上這個婦科的 這個患病的機率 也會增高 所以其實卵巢對我們來說 真的很重要 我現在就一直在跟我女兒 耳提面命說 卵巢要顧好 然後不然妳以後真的 講到這裡她就已經走掉了 她不會太年輕了 不年輕要從現在開始顧啊 我們以前就是 你知道嗎 年輕的時候就照著自己年輕 然後就在喝冰的喝什麼 還好她現在有點概念 那人來就不太敢喝冰的這樣 對啊 所以也要問一下中醫師 就是說女生 是不是卵巢顧好就不太會老 沒錯 因為基本上我們在 兩千多年前的內經 就已經告訴我們 她已經都講得很清楚了 她認為說一個女生就是 衰老的關鍵 就是盛氣不足啦 換算成西醫的語言 就是我們的卵巢早衰老 所以要看一個人的卵巢好不好 就看她生氣足不足 那內經講說 一個女性到二十八歲的時候 是頭髮長最好 臉最光澤 對 但是一旦 因為她是用七圍一個單位 二十八歲 下一個就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的時候 開始比較掉頭髮 四十二歲的時候 你開始白頭髮 四十九歲的時候 就開始越進步來了 對 所以其實 她很早就告訴你 時間應該是這樣 所以只要不是照著這個時間走 提早 或是過晚 其實都是異常的現象 對 那基本上 還是很重要的 對 這個就是主要要去 顧好我們的卵巢功能 最大的關鍵 那卵巢其實是從月經 有開始的那一天 算起來就會開始衰老了嗎 還是她是從 可以這麼講 因為她七為一個單位 對 基本上七歲的小朋友 我們只會去想到說 長高 那你牙齒有沒有長好 身高有沒有夠 可是到了十四的時候 她就說女生這個時候 太充滿 也就是我們骨盆腔這邊的 血液循環已經夠好了 你已經開始會有月經了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你一旦有開始有月經 腎氣開始運作 卵巢開始運作 你當然就開始衰老 從你開始動的那一天 你就開始在牢了 所以從你月經來的那一天 其實就要開始去 養你的卵巢 養你的腎氣 養你的腎氣 這邊還有一個想要 特別提醒大家就是說 現在還有一些 因為環境荷爾蒙的關係 其實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是性早熟 對 對 你一旦有早熟 你就要想到以後 會不會早出來對不對 早出來 對 那怎麼樣算性早熟呢 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是在九歲到十一歲以前 你就有這樣子的發育 那就真的是太早了 就應該要急早的 不管是透過西醫 或中醫去介入 這樣的孩子 為什麼讓家長擔心 因為他們通常特徵都是 然後不太高 因為你一旦性早熟 荷爾蒙嘛 妳就體育是長大了 對 以前有聽說 就是月經一來就不長身高 對 因為女生比較吃虧在於說 男生他的那個長高的年限 會稍微再晚一點 那女生一旦月經來 他生長版就愈合了 那你要長高就比較困難 對 那Julie姐 妳有遇過什麼卵巢的問題嗎 我跟妳講 我是說真的 我生完孩子 我就沒有管過說我的卵巢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 不太有感受的一個器官嘛 對不對 可是我一直到去年的時候 月經來說 真的 真的 就開始我忽然意識到 我有卵巢 是什麼就是開始 你到去年才意識到 你有卵巢 不是 你會注意 因為你只會注意子宮 子宮頸 然後我就忽然就覺得說 痠痛 那個會這樣有點 那種超痛 然後我就覺得每一次 驚奇這樣就不太舒服 可是它又不是驚痛喔 於是我就去看了婦產科 他就說你這是 排卵的那個痛 排卵巢 對 結果那時候真的開始排卵痛之後 就進去照了超音波 結果醫生就 讓我真的看到他本人了 他正在排是不是 他不是 他就扁的 你知道一個健康年輕的 那個卵巢 它是膨的 就是我們每次我們看了 那個圖的這個上面 那兩個吧 對 你的是扁的 它裡面就是 開始就是開始縮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現在雖然還有月經 那你還是排卵 可是那個卵就是 不是年輕卵 就是一個扁扁的乾乾的卵 然後 傷人都是醫生 是不是 不要再走是不是 就是他就 整個你知道嗎 本來就已經心情不好了 聽了以後更郁悶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女性 尤其我現在臨床 就已經從排卵起一趟 那她是說年輕女性 然後指自己嗎 不是 我是說我遇到的 而且她有比較我 對 沒關係 你繼續講 好 對 然後正常的 女生月經來就是 而且可能 前幾天 然後就開始 脖子疼 對 它如果從 月經週期二十八天 排卵起大概 第十四天的時候 你就開始 你一個金錢症候群 就佔了你半個月的時間 那這種就是 它那個氣都沒有通 但這個有什麼辦法 可以 像扁扁的 它是可膩的嗎 不膩 就是一直這樣 它就扁了 你只能保養 讓它 就是這個 順順的過 OK 對 然後不要因為這樣子 就是 心情不好 所以她已經進入養老院 對不對 對 安寧 天啊 安寧病房 沒錯 沒有 因為不然的話 有些人不知道啊 你一直去抗拒她 你反而會有那種情緒 你就會更老 是 其實我想知道 對 因為我們也沒有 要再生小孩的需求了 所以他們 很難說 我想說 對 他們默默的扁去 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女生更重要的是 你卵巢除了排卵 它還有很多功能 它還有維持我們的 譬如說心血管 因為它有分泌一些 荷爾蒙內分泌的東西 還有骨質疏鬆的東西 其實你反而是 你只要把這些東西 顧好 才是我們往後的人生 健康的 更重要的因素 安寧病房 真的耶 我都在安寧 你在講什麼 你還有一陣 你應該有一段路 對 應該要去檢查一下 那還有哪些疾病跟症狀 會是因為卵巢 早摔所引起的呢 你譬如說 你如果一個女生 因為我們知道剛剛說 她是支持我們女生的 是 各種女性性徵 很重要的一個器官 最明顯的就是 譬如說 你月經不來 來太多 來太少 或來會痛 或是像女生有那種 像更年期症候群的症狀 失眠 然後再來就是說 臉開始出現斑點 會有暗沉 還有就是這些東西 都還是其次 就是如果你已經出現 這些卵巢早摔的症狀 但是卻沒有去介入 那久了 它真的會去影響其他功能 就像我講的 其實這個 才是一個人的 生活質量 尤其是 就是要走一輩子的 這是最重要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不只關乎卵巢 一開始是卵巢 後來會是其他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提早去 謹慎看待 然後就介入 真的 但是她很少會想到她 對 但以中醫的理論來說 是什麼樣的人 會比較容易 有可能卵巢提早住安寧病房 之前常常講 腺是先天之本 是 那 脾胃是後天之本 所以你在年輕的時候 把這個脾胃 後天之本養好 那現代人為什麼會早摔 因為他對待脾胃 方式不好 第一個就是 讓自己壓力大 所謂的干預 其實這種人通常就是 他可能生活作息都 以工作為主 對 然後失眠 然後日夜時間顛倒 那這種人 他就會全身都氣血不痛 那如果是發生在女性 他常常會跟你說 醫生啊 我那個月經來之前 那個胸部都好髒 然後來得會好痛 甚至他那個排卵 其實就會疼痛的 這個都是 年輕女性啦 就是他們我們都會 歸類為干預氣質 那在 脾胃失足的這種類型 就比較像是說 他會跟你說 醫生啊 我好像消化都不太好 我 有時候拉肚子 有時候又好像打便咪這樣子 對 這種人呢 他通常就是濕氣太重 他可能吃太多 手搖引啊 生冷的食物啊 然後 吃東西要不就不吃 要不就吃很多亂吃 對 那這種就是要更加強 他去拍他的濕氣 另外我們剛剛講 腎氣 就是所謂 反應我們的卵巢功能嘛 所以有一種是 他真的先天體質很不好 腎氣不足的 這種人呢 一來你就看得出來 他是虛相 譬如說他會跟你說 他本來就比較 比較抵抗力不好 容易感冒 體質虛 然後再來就是四肢冰冷 然後比較虛寒 然後容易頭暈 然後容易疲倦 然後臉色也比較蒼白這一種 這種人就是 他真的非常適合來看中醫 然後不生氣 這三大類型就是最常見的 對 會引起我們那個 卵巢早摔 但你剛剛講的第一個 好像是月經來說 會脹奶或什麼 那不是大部分都會嗎 對 好像很多人 其實這個有程度之分喔 真的是有的是 脹到那種像石頭 前幾天才摸一些奶 就想說怎麼會這麼硬 這幾天才摸過一些奶 這是什麼對話 對 不是 因為我真的看的就是 主要就是復刻的問題 對 然後他們就會說 醫生我怎麼這個月就是 真的最近有非常多的女性 在臨床上喔 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說他感覺到很明顯 他的那個 金錢症候群的時間拉長了 拉長到兩個禮拜 甚至三個禮拜 都是漲 對 那如果完全不漲 是正常嗎 是好事 其實是好事 但是你重點是你時間要來 你週期二十八天到三十五天 你就是要來一次 有啊 那就很好 但是下午就是不會 完全不障害 沒感覺的 那就是氣血是通順的 是很幫的 對 挺好的象徵 沒錯 好的 那如果像卵巢 已經早睡了 還有什麼方式可以治療嗎 如果你來到我們中醫這邊 我們當然就是會 一定是以 補腎器為主 那如果是干預器製的 一定要在這個補腎器的基礎上面 還要去加 真的有中藥吃的心情會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生氣 真的 我自己每天都吃 所以才能心情很寬 這麼的過於開心 真的 開心過剩 對啊 所以你看那個 是要喝很久嗎 我們說不剩不剩 就是可以吃黑色的食材嘛 所以你可以多吃一些像 黑豆啊 黑芝麻啊 然後黑木耳啊 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我女不愛吃的耶 那你可以吃海鮮 有一些海鮮類 海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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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類很好 海鮮 其實他們都 含鐵質很高 然後又補腎 所以這個我會很建議試 第一次 你好 所以你看那個是要 喝很久嗎 其實不用 因為我都跟病人說 中醫啊 它不是要你吃一輩子的 它是幫你調養一陣子 然後讓你身體的陰陽調和之後 你就過你的生活 等到你下一次 真的有別的什麼問題 你在找中醫 那剛剛有講嘛 如果你是濕氣比較重的 我們就要加強去補皮 孕拍你的濕氣 那如果你是腎氣不足 而且又虛寒的 其實我們還可以透過一些 譬如說溫通 溫馴你這邊骨盆腔的一些 藥物 像我們還有所謂的 癌 這些都是去活絡 經絡氣血的 了解 然後再來是我自己也是 身受騎擾之前 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我還發現真的很多人耶 很多人有 然後很多年輕的妹妹也有 沒錯 這個呢 跟剛剛講的那個干預器 是非常有關係 我先跟大家講 多囊性卵巢 並不是一個 一被診斷就沒有辦法被改變 不可逆的一個診斷 這個診斷的意思就是說 你那一次去檢查的時候 在影像學看 她看你的卵巢那個卵泡 理論上我們女性每個月 也成熟一顆會排一顆卵嘛 所以她應該要看到一顆大的 但是呢 她卻沒有看到一顆大的 她卻看到好幾顆小的 所以她就叫她多囊性 那這種呢 在中醫就認為說 你就是氣都不通都 預解啊 所以你那個正常的一次 一顆成熟的這個 這個激轉 就被破壞掉了 所以其實只要加長 舒肝理氣的藥物 那這個在中醫 多囊性卵巢 其實他們也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 通常它就是說觀察嘛 對 很多的病人他們是 吃中藥吃了一陣子之後 再回去檢查 只要他下次再去 當下的檢查發現 是正常的 是一顆大的 沒有那麼多顆小的 他就會說 那你沒有多囊性卵巢 等於你痊癒了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 你如果知道自己 有被這樣診斷 你不用太擔心 這個都是可以逆轉的 對啊 因為像我女兒做例行性檢查 對 然後那個醫生就講說 他有這個跡象 但是還沒有發作 他說大部分這個 多囊性卵巢都會 都是 就是 遺傳 就是媽媽 然後遺傳 對 然後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 你就是要好好的照顧 因為他陪我走過嘛 對 所以他知道這個恐怖性這樣 所以他就現在自己很克制 再來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巧克力囊腫 對 也常常聽到 也很多人耶 對 這個呢 就真的比較需要注意了 第一個呢 所謂的巧克力囊腫 它就是 就是 會這樣子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本來那些 內膜組織 在我們子宮 他就是每個月會沖血一次 然後剝落 就是變筋血嘛 但是呢 卻有一些那個內膜組織 長到你的卵巢去了 導致你卵巢又有一顆東西 每個月會沖血 然後剝落 所以這一照起來 就像一顆巧克力囊腫 那這個最明顯的症狀呢 就是它會 驚痛 會伴隨著很嚴重的驚痛 在中醫 既然它是一個 淤血 我們就是會覺得這是癒症 所以我們一定會用 活血化癒的藥物 去把它這個癒血給 退散開來 那它的痛經就可以緩解 但是我必須要說 其實這個也很看 它長的位置 尤其是那些 已經有生育需求的女性 如果她剛好 這個子宮內膜 就是所謂這個 這個巧克力囊腫 它長在譬如說 比較關鍵會影響生殖 像舒染管這些地方 我也是會建議說 你先去找西醫 然後把它做處理 對 然後這個時候 之後我們再透過中醫 加進來一起調養 會幫助你的受孕之路 會更順暢 了解 OK 所以大家就留到這邊 大家也知道 這卵巢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保養它 那至於怎麼保養呢 朱莉姐妳後來有在保養 對 後來就是有很多人 就建議我 其實我不太敢吃 那個就是保養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 有西醫跟我講說 你吃了可能 像我有腺瘤 我有肌瘤 所以她就說 你吃了你搞不好 會讓它長得更大 對 所以我就不太敢去吃它 那食補又要很小心 然後後來就有朋友 介紹我說 你試試看 月見草油 結果我吃了月見草油 有時候 跟別人不太一樣 吃了會肚子痛 我反而就是每一個月的時候 我肚子很痛 然後我後來就把它停掉了 那表示說我可能就不適合 我停掉以後就沒事 那後來我就想說 那既然我有這些問題 那我就問醫生說 我也去照了 那他也確定他開始老化 他說那你就不然來補 那個就是說 之後會怎麼樣的 所以於是我就剛剛講了 我就是開始補 醫生說的那個 D3 Q10 就是 預防我的心血管 然後 然後 多吃一些B群 什麼就是 我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讓我自己的 抵抗力好一點 然後也 等於是說 血液循環也好 這樣子 為什麼月見草油 所以是補 不適合每一個人 對 對 我覺得像那個菊姊姊 這樣子的觀念非常好 他聽了之後 他試 他自己知道對身體 有不適合的地方 對 他就停 對 其實你後來採取的這些 也非常的 我會覺得非常棒 就是我們剛剛也講 最終我們擔心的都是 骨質疏鬆 這些問題 所以你補充D3 那你要記得要去曬太陽 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 還吃一些 你Q10 因為我們剛剛說 還會影響到心血管疾病 對 所以其實 那包括你可能血壓 血糖 這些都要注意 對 其實只要年紀大了 血管好 骨頭好 卵巢 只要沒有要生小孩了 其實人長比較好 大家也看不到 對 但它不會影響你的容貌 會 對 我們剛剛說就是 內經說到了35歲的時候 你就 臉就會開始 他說面屎膠 他講得更直白 然後所以 其實35歲之後 我們本來就是對於 臉色的女生會在意 所以其實 多食補腎器的藥 譬如說其實 常常我們藥膳排骨裡面 都會加 當歸啊 其實這個我很建議大家吃 對 因為和手屋 就是真的是一個非常平和 然後又補腎 你看到它利於頭髮 然後甚至利於容貌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都很平常在 建議在平常的食物 和手屋雞湯 對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醫生 因為我現在剛好 就在這個階段嘛 所以於是我就選擇了 吃荷爾蒙 我就聽醫生的就是說 那我就來補充我的荷爾蒙 可是有一派人 因為荷爾蒙好像就是說 吃了以後我就會排卵嘛 對 然後正常讓它就是保持 你剛剛說的青春這種感覺 可是有一派人就是說 我就是自然 我不要讓它 就是不要來 對 我這個我也是 有特別想講 我覺得哪一個 我覺得那個 中醫重浪部 從來反對 違反自然 應該這樣說 對 那你想喔 雖然說你可以透過服用 這些額外的荷爾蒙的東西 讓你可能皮膚比較光澤啊 對 然後或是其他的 更年期的症狀比較緩解 但是你要想 現在有太多太多的人 他們都有所謂的瘤 肌瘤 腺瘤 腺瘤 不管是子宮還是卵巢 你只要是吃這一些東西 其實絕對有可能會去加重 它長大的風險 甚至你本來沒有瘤的 還有很多胸部的啊 胸部的也有一些什麼腺瘤什麼的 你有可能因為吃了之後 開始容易長腫瘤 所以其實應該說 我認為 我認為 那中醫也是認為說 你到了四十九歲的時候 你就是本來就應該要 慢慢的沒有生小孩的能力 對 可是 你要一個人要活很久 還有很多事情是更重要的 對 反而是這個比較重要 而不是只有專注在補荷爾蒙 了解 對 那女生到底應該要從幾歲 開始保養卵巢呢 基本上你開始長高 然後開始來月經 你就應該要開始幫卵巢了 應該是比如說 十歲她來之前 就要先做好 沒錯 在這之前 你家長會擔心 你一開始先想長高嘛 再來就想月經了嘛 對 所以其實 在月經來之前 補腎器是為了讓她長高 月經來之後 就是為了讓她 對 所以那以吃東西來說 吃東西來說 我會建議就是說 平常的時候你可以 所以我們說補腎補腎 就是可以吃黑色的食材嘛 所以你可以多吃一些像 黑豆啊 黑芝麻啊 然後黑木耳啊 這些東西 哇 這些都是 我女兒不愛吃的耶 天啊 對啊 因為這都是健康食品 而且因為黑芝麻 她會過敏啊 所以她會有 那 妳可以吃海鮮 哪也不愛吃耶 她也不愛吃耶 愛吃蛤蜊 蛤蜊很好 蛤蜊 蝦啊 然後那個蟹 就是這個都很適合 然後因為不管是從中醫的觀點 或是營養學的觀點 其實他們都 含鐵質很高 然後又補腎 所以這個我會很建議吃 那另外呢 還有譬如說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那個肌瘤啊 對 其實像那些海帶 一定要吃天然的喔 我們一定要吃人工的 海帶啊 然後那種昆布 其實他們也是補腎的東西 然後而且呢 他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那個 效果就是他們可以 所以對於那些瘤 它是可以讓它慢慢 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所以我很建議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假的嘛 對 所以一定要記得吃 天然的 好的 那卵巢找摔摺呢 在飲食上面有什麼禁忌嗎 像我們剛剛講嘛 它就最大就三型 一個就是干預器制 所以干預器制 壓力大的人 你就要找辦法 可以去舒緩你的壓力 透過運動啊 透過芳療啊 那再來 脾氣十足 就是濕氣太多的 你就不應該 再多吃一些 生冷的東西 對 然後那種 手搖引 然後就讓你的濕氣堆積 那再來 你已經四肢都冰冷 虛寒 腎氣不足的族群 其實我很建議啊 女生啊 熱服 因為你來到我們中醫這邊 我們會用溫灸啊 燈火 其實也是為了要 溫取你的那個 骨盆腔這邊的血液循環 那你在家裡 沒有辦法自己做 你可以去買一個 電熱毯 你可以在你的月經前 前一週到前兩週 也都是 基本上都是排卵期之後 你可以放在你的肚臍 到你的鼠息部 中間這個地方 對 那這樣子它 用這個熱能進去 它也是可以透過 我們這邊整個 不管是卵巢 還是那個子宮的微循環 對 它都會讓你 不管是 或是排卵會更順利 對 那除了吃以外 還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維持卵巢的健康嗎 我也建議一個 很好的運動 對 因為其實剛剛說 講熱敷了嘛 講吃藥了嘛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 每天運動 然後直接讓我們的骨盆底肌 跟我們的骨盆腔整個 血液循環更好的話 其實這就是一個 不用錢 然後又很有用的運動 我現在可以 給大家看 好啊 你就是往前 因為其實深蹲現在 大家都會做嘛 所以你就是 基本上你一開始的 前置動作就是 與肩同寬 然後你先做一個深蹲 深蹲就是你要 往後嘛對不對 然後你手可以扶住 那其實基本上你的胸 就是要維持支力 好 但是今天重點不是深蹲 今天重點是骨盆 所以你想你們骨盆 就是一個講這樣的東西 我們要讓它練習 前傾跟後傾 所以你在深蹲的基礎呢 先後傾 後傾到底 你一定要有一個 縮肚臍 然後跟夾臀 這樣頂一下 OK 然後前傾 就是只有骨盆而已 就是骨盆 對 然後後傾 然後到底都用力一下 屁股也夾一下 然後那個 因為我們要練核心嘛 這個骨盆底肌 都會有整個縮卡 那一開始你一定會覺得 做不太明顯 你放心 你持之以恆 好 越做越做 你會覺得 有一天你會覺得 自己做得非常好 每天啊 做五次到十次就好 不用逼自己太多 對 就這樣講 很簡單耶 對啊 但是很多人會 用到腰啊 對啊 就會就是 這應該是要骨盆 要骨盆 所以你一定要 照著鏡子 我就會一開始照鏡子 確定自己的骨盆 有這樣子前後 這是有點像素皮肤 上半身不動 對 但是你要記得很重點是 你的枢紐是在這兒 對啊 只有這裡在轉 你是要動骨盆啦 不是這邊 不是用腰去帶骨盆啦 所以我們這一集 學很多的 除了知道軟巢在哪裡 我們大家都知道軟巢在哪裡 我意思是我們平常 不會去顧到這些啊 所以還要找骨盆 應該是有一個機器 可以測骨盆年齡的有沒有 不是骨盆啊 那個軟巢年齡年齡 我現在覺得這些機器 都是來讓女生不快樂的 幹嘛 妳才讓我們大家不快樂的 真正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